京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京州是东汉末年寻寻争霸的战略要地 而京州的拥有者刘表在各路诸侯的眼中 又是一个没有多少能力 只想保住自己一亩三分地的庸鹿之位 于是诸侯们各施手段争夺京州 这种争夺改变了当时中国的状态 争夺的结果最终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 那么京州的主人刘表在诸侯争霸的夹放中 究竟在京州做了些什么 他有哪些功过得失 他究竟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白家讲坦 为您精彩品三国之必争之地 在前面几集我们讲到 荆州这个地方 被鲁肃 诸葛亮 也包括曹操 定为必争之地 就是鲁肃为孙权做的规划也好 诸葛亮为刘备做的规划也好 还是曹操自己为自己做的规划也好 荆州这个地方是一定要拿下的 为什么要争 前面已然讲过 今天我们就来讲 他为什么能争 为什么能争呢 诸葛亮在龙中队里面说的非常清楚 其主人不能守 也就是荆州这块地方 当时的这个占有者刘表 他守不住荆州 那么刘表又为什么守不住荆州呢 那我们就要来看看刘表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后汉书里面 刘表是和袁绍合为一传的 我们知道从史记到汉书到三国志到后汉书 它都是记传体的史书 这些历史学家在为传主做传的时候呢 往往会把某一些人合为一传 而哪些人合为一传呢 那么这些合为一传的人 他们相互之间是有某种关联的 那么后汉书把袁绍和刘表 何为一传说明袁绍和刘表 在他看来是同一类型的人 是什么人呢 如果说曹操是可爱的尖雄 那么袁绍和刘表就可以说是漂亮的草包 我们先来看看刘表的漂亮 刘表这个人呢 可以用十六个字来总结 就是地势之咒 一表人才 党部中人 乱世 迷恋 据三国志和后汉书 我们知道刘表 他是鲁公王之后 这地地道道的宗室 而且刘表的这个宗室的身份呢 看起来还是比较靠得住的 不像刘背的那个黄叔身份的 可能是住水猪肉 而且刘表身长八尺鱼 知貌甚伟 我们知道诸葛亮身长八尺 和现在的一米八四 刘表身长八尺鱼 那至少也有一米八六 甚至一米八八 而且呢 相貌是很漂亮的 他在东汉末年呢 是世人当中的名流 我们知道东汉末年呢 世人集团和宦官集团 这个斗争很激烈 后来宦官集团得势的时候呢 曾经禁锢了一批 曾经禁锢了一批 世人 也称为党人 这叫党固中人 刘表是其中之一 遭到当时朝廷的追捕 因为跑得快 幸免于难 那这样后来宦官集团失败了以后 刘表翻身了 所以他名声很好 他名声之好啊 上了当时的排行榜 叫做八雇 什么叫雇呢 就是有德行的人 当时品评人物 评出了八个最有德行的人 刘表是其中之一 所以这是一个漂亮人物 而这些 在当时都是刘表成就一番事业的资本 现在我们看起来觉得会很可笑 是一个人 这个能不能成就一番事业 与长得怎么样 有什么关系呢 在当时还是讲究这个 在讲究出身门第 讲究相貌和品行的世人阶层中 刘表的优点是突出的 他在治理荆州的时候 也使荆州在一定时期内 获得了安定和平 这应该说 是他能力的具体体现 但是诸葛亮却认为 刘表守不住荆州 而曹操集团的郭家 孙权集团的鲁肃 在规划荆州的方法 也都没有看中刘表的主意 那么刘表真的是中看不中用 他到底有没有本事呢 刘表也有本事 汉献帝出品元年 也就是公元190年 这个时候 长沙太守孙歼 杀了荆州刺事王睿 这个事情我们在江东机夜 这一集已经交代过了 那么荆州刺史这个职位就出缺了 朝廷就任命刘表担任荆州刺史 但是当时荆州是非常的混乱 怎样混乱呢 一个是袁树 包括袁树手下的孙坚图谋荆州 第二个呢就是荆州当地有所谓宗贼作乱 什么叫宗贼呢 就是按照家族和宗法关系组织起来的地方性非政府武装 结果刘表不能到任 也就是说刘表虽然得到了朝廷的任命 实际上是没有办法治理荆州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刘表呢就采取了一个正确的措施 依靠当地的豪族 豪门士族来平定荆州 他找到了两个人 一个叫做快乐 一个叫做蔡茂 快乐呢 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 快乐自义度 连曹操都非常欣赏他 后来曹操拿下荆州以后 写信回去说 我高兴的不是得到了荆州 是得到了义度 得到了快乐 蔡茂呢 是荆州的一个豪门 非常的富有 刘表呢 找到这两个人 说你看我现在 应该怎么办呢 快乐呢 说了这番话 快乐说 理贫者先仁义 理乱者先权谋 就是你要治理一个 太平盛世 应该怎么样呢 要靠道德的力量 靠道德的感召 靠道德的教化 要靠仁义 那么你要治理一个 动乱的地方 该怎么办呢 那就要使用权术 和谋略 要动用武力的威胁 而现在 使军里面临的 一方面是元术的入侵 另一方面是宗贼的作乱 应该怎么样 先把宗贼摆平 快乐给他出主意 八个字 诸其无道 诗其才用 怎么意思呢 就把那个宗贼的头目当中 这个最坏的 名分最大的 作恶多端的 把他杀了 然后把宗贼当中 那些人才呢 你把他 招聘 软硬兼施 刘表采纳了这个 快乐的建议 结果江南西平 刘表 由刺史 变成了周末 说明他 在荆州这个地方 成功了 成功以后的刘表呢 表现出来也很大度 这个当时 张秀的叔叔张继 任飘旗将军在关中 因为没有军粮 就带着部队呢 入寝荆州 攻打攘城 结果重箭身亡 这个时候 荆州的大小官员 都跑来跟刘表祝贺 恭喜周末 张继跑来打我们 你看现在死了 很高兴 刘表说什么呢 刘表说 既以穷来 主人无礼 至于交锋 说张继啊 是因为没有范子 走投无路 才到我们荆州来 我们没有礼包啊 我们没有礼 以礼相遇啊 还打起来了 此非木义 这不是我的初衷 木 受调 不受货 就是我接受调研 不接受注货 那么这个话一说出来以后 大家觉得 刘表这个人 真是个正人君子 真是仁义道德 张继的部下 都对刘表 表示服从 表示钦佩 刘表又安顿了 张继的侄子 张秀 驻扎在晚城 就是现在河南省的南阳市 而且供应他军粮 和他联合起来 对付曹操 这样到了建安三年 刘表呢 拥有了荆州七郡 地方数千里 代甲十余万 万里肃清 大小贤 悦而 扶之 你说这个境内的 大大小小的这个势力 都扶了刘表 刘表这个时候做什么呢 建学校 心如树 俯视人 刘表治理荆州 采用权术和谋略并重的策略 不仅很快站稳了脚跟 还把荆州治理得井井永城 这样看起来 刘表不仅仅是人长得漂亮 事情做得也很漂亮 应该说 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那么 为什么历史上 对刘表的评价并不高呢 关于这件事 易中天先生 是怎样分析的 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 刘表 胸无大致 国家就曾经很不靴的 说刘表 表 座坛客 这个刘表 这个人 是个夸夸其谈的 开开座谈会可以的 干什么大事不行的 曹操也非常不歇的 说刘表 自守之贼也 这是一个 只能守住自己小贪子的一个贼 为什么呢 刘表的 他确实是没有统一中国获得天下的这样一个志向 他的愿望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一亩三分地 把他守好了 经营好了 他就心安理得了 这是他第一点 第二点呢 刘表这个人呢 也没有度量 当时 关渡之战的时候 袁绍 和曹操 在关渡 相侍不下 袁绍派人 去联合刘表 刘表满口答应 但不出兵 他也不帮助曹操 他坐山观虎斗 这个时候 刘表的部下 韩松等人 就来劝刘表了 韩松他们说什么呢 他们说豪杰并争 两雄相持 天下之众 在与将军 现在曹操和袁绍 这两个巨头 正在一决雌雄的时候 这个天下形势的权重 就在将军林身上 就像当年 刘邦和项羽决战的时候 下棋七十二成的韩信 就成了天下的权重 这个时候 你刘表 往袁绍这边一战 袁绍就赢了 你往曹操那边一战 曹操就赢了 韩松说 在这样的形式下 你应该怎么样呢 或者趁火打劫 或者投靠一方 他俩不是打起来了吗 你最好的办法 趁机捞一把 至少呢 你要表个态 你站在谁那边 为什么要表态呢 韩松说 像你这样 见贤不住 请和不得 见到该支持的 你不去支持他 你去 你不支持也可以 你劝他们和解吧 你又劝不了 等他们这一仗打完了 双方的怨恨 都集中在你身上 你是两头不讨好 两边都要恨你 将军不得中立 理想中立 你守不住 这个时候 什么快乐 这些人都来劝刘表 而且他们的主张是什么呢 也很明确 支持曹操 说袁绍这个人不灵的 得不了天下的 得天下的肯定是曹操 现在曹操又弱 你赶快趁机支持他一把 要不要想了想去说 就跟韩松说 要不这样你到北方去看看 看看情况 韩松说将军 请你想好吧 如果你打算投靠 你打算投靠曹操呢 韩松是可以去的 如果你不打算投靠曹操 韩松就不能去 为什么呢 因为曹操是奉天子 一定不成啊 现在我们万岁也是在曹操那儿啊 曹操不是代表他个人 他代表的是曹操啊 韩松从荆州出使 曹操 曹操多半会给韩松一官半职 韩松能够把他推辞掉 当然没有问题 如果韩松推辞不掉 接受了天子的委任 那么我韩松从此 就是皇上的人 不是将军礼的人 韩松说得很清楚 在军为军 不服为将军死也 那我们关系就变了 我是天子的心臣 将军的故隶 我们只是朋友关系了 没有这个 从属关系了 那想好啊 刘表说你 这什么意思啊 你怎么不敢去啊 去啊 韩松到了北方 到了许都 见了曹操 又见了皇帝 被任命为 世中 林林太首 韩松回来以后 就说朝廷朝廷怎么好 曹操朝操怎么好 皇帝皇帝怎么好 今说皇帝曹操朝廷的好话 刘表勃然大怒 你这小子背叛我呀 杀了 韩松说你不应该杀我呀 我理我有言在先 将军记不记得我临走之前 跟你说了什么话 刘表的老婆 蔡氏这个时候也来劝刘表 说韩松可是个人才杀不得的 刘表还是很生气 最后把韩松关起来 直到后来曹操拿下荆州以后 韩松才出狱 说这个事情呢 陈寿有个评价 说刘表这个人呢 外貌温雅 而心多猜忌 第二点 第三点 刘表不会用人 前面讲过 荆州这个地方是很有些人才的 别的不说 刘备 诸葛亮 刘备天下枭雄 诸葛亮 人中之龙 都在刘表身边呢 他刘表都不能用 都视而不见 北方逃难来的那些诗人 只见刘表安顿 不见刘表重用 尤其是对于刘备这个人 刘表是表面上 客客气气 暗中时刻提防 三国志的说法是 疑其心 因欲之 这提防刘备子 甚至按照三国志 陪松之著 所引誓语这本书 说刘表还摆了一个鸿门宴 刘表的手下 蔡茂这些人 还准备在席间 被刘备下手 是刘备假装上厕所 逃了出去 逃了出去以后 刘备骑了一匹马 叫底炉 一路跑跑 跑到檀西 马掉到水里面 不能动 刘备急了 说底炉啊 底炉啊 今天你要努力一下了 然后底炉马 一跃三丈 跃过谭西 逃得性命 后来三国演义 写了一回叫做 刘皇叔 这个跃马过谭西 有这么一个故事 但这个事情呢 孙盛认为是不可能的 孙盛说 这个 如果刘表想杀刘备的话 刘备不可能安然无恙的 在荆州待了六年 那我也认为这个是不大可能 但是提防他 恐怕是事实 那么刘表的第四个问题 是后继无人 说他后继无人呢 不是说他没有儿子 而是说他的儿子不中用 他安排又不恰当 刘表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叫刘琪 小儿子叫刘崇 这两个儿子都是刘表的前妻所生 而且呢 刘表本来是喜欢大儿子 但是他这个后期呢 喜欢小儿子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后期蔡氏把自己的良家的子儿 子女 取配给了刘琪 这样就亲上加亲了 这样一来呢 刘表后期蔡氏的背后的这个集团 就是以蔡茂为代表的这样一个金州地方豪门士族集团 就站在了刘崇的一边 然后他们都到刘表那去说刘琪的坏话 刘表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就用一句成都话说叫做帕尔朵 啥子叫帕尔朵呢 就是趴老婆的人 耳朵软 啪是什么东西呢 啪就是一个东西 一种食品 经过加工以后外形不变 里面软了 叫做啪 比方说一只红薯 这个完整的 你放到炉子里烤 把它烤软了 啪红烧 这耳朵呢 它是完整的 但是软 这个枕头上风一吹啊 它就糊涂了 它就喜欢这个小儿子刘崇了 这刘琪就紧张了 刘琪就想到了一个人 他认为这个人应该可以帮助他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诸葛亮 诸葛亮何等聪明的人 这点小事情还摆不平吗 于是刘琪就去找诸葛亮 姐夫啊 帮个忙吧 诸葛亮再三地推迟 为什么呢 诸葛亮不好说 论身份 诸葛亮现在已经是刘备的部下 因此他也是刘表的部下 论辈分 刘表现在的妻子 是刘崇和刘琪的后母 而这个刘表的这个妻子呢 和诸葛亮的丈母娘 是姐妹 因此就这个刘崇也好 刘琪也好 是诸葛亮的后表舅子 所以他帮谁都不合适啊 不好参合到这种事情里面去 这个刘琪没有办法 他就跟诸葛亮说 哥啊 我那个园子里面有些宝贝 你来看看 把诸葛亮请到他园子里面 他说在楼上了 楼上 两个上楼去 刘琪就下面里把梯子撤了 然后跪下来说 现在我们是上不遭天 下不遭地 这个范围内只有我们两个人 你的话从你的嘴里出来 到我的耳朵里面 就烂在我肚子里面 没有人听到可以说了吧 哎 昨天说 你这样吧 这里知道从儿和生生的公生吗 从儿是生生是什么呢 是晋献公的儿子 是晋献公前妻所生 生生是太子 从儿是公子 晋献公后来取了黎姬 宠爱这个后期黎姬 想离黎姬的儿子 西齐为太子 就要谋害这两个儿子 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呢 生生留在晋国不走 最后被谋杀 从儿逃出去 保全了性命 最后回国来当的国君 就是晋献公 那么一说 刘琦恍然大悟 啊 明白了 正好这个时候 江夏太守皇祖 被孙权杀了 江夏太守没人了 刘琦就去找他爸说 那我去做江夏太守吧 好好好 你去吧 刘表批准了 刘琦带了一万人 到了下口 就是现在的汉口 武汉市的汉口 做了江夏太守 所以这个历史呢 有时候非常好玩 以诸葛亮今天伪帝之才 初出茅庐第一季 是给人家处理的家务 但是呢 为刘备立了一大功 因为刘琦带走的这一万人 是后来赤壁之战中 刘备一半的本钱 因为赤壁之战 刘备两万人 一万是关羽的水军 还有一万 就是刘琦的兵 刘表的这个后事安排 是不恰当的 他为后来荆州的分裂 打下了基础 甚至可以说 自从刘表做出 让刘崇接班 把刘琦派出去 当江夏太守这个决议以后 荆州集团在事实上 已经分裂成两派 一派 以刘崇 为名义上的代表 背后 是蔡茂 快乐这些人 快乐我们前面讲的 是曹操欣赏的人 蔡茂呢 估计与曹操有旧 跟曹操老早就认识的 后来曹操得到荆州以后 还进了蔡茂的家 到了他的内室 见到了蔡茂的妻子 可见曹操和蔡茂的关系 是很好的 那么这一派 我们可以叫做降朝派 另一派 以刘琦为名义上的代表 这两人都只能当名义上的代表 两人没用的 背后是谁呢 背后是刘备 诸葛亮 刘备和诸葛亮的政治态度 也是很清楚的 刘备是决心要抗朝的 因为刘备不可能投降曹操 他是从曹操那背叛跑出来的 而且曹操已经说过了 天下英雄为始军与操尔 那刘备投降曹操 他能有什么好下场 他只有死因到底 而诸葛亮在农中队里面 已经都规划好了 就是要和曹操孙权 三分天下 也不会主张刘备去投降曹操 所以这一派呢 我们无妨称之为抗朝派 刘备是什么态度呢 刘备是既不想降朝 也不想联吾 他想守中立 他想保住他这一亩三分地 但是他管得了自己 他管不了儿子 管得了生前 他管不了身后 而对他的后事 他居然做出这样一个安排的 起飞是草包 所以陈寿 对刘表这个人的评价不高 他也是把刘表和袁绍放在一起评论 他说刘表和袁绍 这两个人的共同特点呢 是有仪表 人长得漂亮 有风度 儒雅 第三 有名气 名声很大 第四呢 也有成就 我讲过袁绍 他的成就 已经超过了他的主辈和父辈 刘表到荆州以后 由丹继入一城 到一统荆州 也是有成就的 但是 他们共同的特点 是外宽内计 好绝无谋 有才 而不能用文善 而不能纳 废敌栗树 舍里 从爱 陈寿说这是这两个人的共同特点 所以说是漂亮的草包 刘表虽然凭借权术和谋略 在荆州暂时站稳了蒋登 但他有限的权术和谋略 并不能帮助他 在荆州长久的站住脚跟 因为他胸无大志 心胸狭窄 再加上一些错误的决策 最终为荆州的分裂 埋下了伏笔 而袁绍也是心胸狭窄之人 也做出过很多错误的决策 最终也导致了失败的结局 那么 刘表和袁绍 除了这些相同点是吧 他们究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在这里啊 我还是要跟刘表说句公道话 这个刘表和袁绍呢 还不能说是完全一样 第一 袁绍是自取灭亡 刘表是在劫难逃 袁绍是自己去惹曹操的 关栋之战是袁绍发动的 刘表没有发动个战争呢 他是个自守之贼啊 他只是想守住自己这块地盘啊 他是因为荆州变成了必争之地 他再接难逃啊 第一点 第二点呢 以刘表的能耐 他除了做一个自守之贼以外 他也别无处理 他没有能力进攻 他的错误只在于不明白 守有两种守法 其中之一叫做以攻为守 他应该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 他可能荆州就守不住了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正由于刘表 实行了爱民养世 从容自保的政策 在他的治理下 荆州地区获得了十多年的安定和和平 荆州地区的人民和世人 过着安定和较为幸福的生活 这是应该肯定的 而且 刘表是有自知之明的 他是想苟全荆州于乱世 所以呢 说刘表是漂亮的草包 可能过了一点 不太恰当 比较准确的评价是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提出来的 他说如果说曹操是知识之能诚 乱世之奸雄 那么刘表就是知识之贤诚 乱世之庸人 刘表最大的不幸是不该生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乱世 这不是他的错误 而且刘表也不是一点运气都没有 刘表也还是有运气的 他被朝廷派遣到荆州 就是他的运气 因为荆州这个地方 是当时汉代十三州当中最大的州之一 汉代十三个州有两个州是最大的 一个是荆州 一个是义州 这个地方很大 也很富庶 但不是政治中心 因为因此争夺天下的战争 首先不发生在荆州地区 发生在北方 袁绍和曹操的这个争夺天下战争 他就在北方打的 所以在天下未定之时 荆州不失为一个避乱和苟权性命的好地方 但是到了天下僵定的时候 荆州就成了虎狼眼中必须争夺的一只羊 所以刘表是不幸的幸运儿 当然刘表是有自知之明的 他知道在这样一个弱肉强食的乱世 他只能采取苟权 荆州于乱世的政策 但是树欲尽而风不止 曹操早就在打荆州的主意 诸葛亮和鲁树为各自的君主所做的战略规划 也盯准了荆州 那么荆州的命运将如何呢 请看下集 因您丞相 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称得上是家喻户脚 唐伯虎也成了风流才子的代名词 历史上真实的唐伯虎是个什么样子 传说他字刻印章 号称是江南第一风流才子 那么他到底是不是才子 第一风流才子的典故又从何而来呢 渤海大学特评教授孙丹林 精彩讲述 一个真实的唐伯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